大阪 不愧是大阪 用效非常的實在 歡迎收看周日的 阪橋 為什麼是阪橋啊 因為這是東橋特別來到了大阪 這家店是以燒肉為主的 然後呢我今天運行很好 做到各式的六人座 這個那麼小球 你為什麼要拍照 因為這個汙泥實在太強了 它混合了熟成的燒肉 這樣一小口上面有筋膜就要九百五 爆發了爆發了 首先上什麼肉 刷肉牛排 下下去啦 Oh my god 這張棉被燒肉沙朗 跟臉一樣大 黑口飯 吃飽吃飽 在附近走走烘烘吧 經過了一番折騰 終於到我們飯店的這個車站了 沒錯 畢竟我們是東京走的橋 所以大阪其實 不是很熟 掉掉 掉 好 這就是我們今天所下他的飯店 非常非常的居家型 在幹嘛啦 那在討論今天晚上還有明天行程啊 來 那為什麼穿掉嘎 因為衣服沒先走 接下來我們去大阪最威猛的 新災超跟道頓爵走走 我賣這個是起司糖跟布丁 哇 噢 噢 吃出來好好吃耶 那我後面就是道頓爵有名的螃蟹的店 餐飲到了 變成紀念餅店讓你大阪的特產買到 嘿嘿嘿 來吃吃看 章魚燒啦 不愧是大阪 用到我非常的實在 我們現在小道頓爵一帶拍完啦 那現在去哪裡呢 我們現在要去看夜景喔 好啦我們今天就這樣子拍攝結束囉 大家晚安 明天見 掰掰 大家早安 我們現在早早要去大阪城看看喔 現在早早要去大阪城看看喔 今天是首個要排隊買條車可以上去喔 今天總共有五層老王 然後對自己體力有自信的人可以選擇爬樓梯上去 我們逛大阪城 接下來要去黑門市場 我們現在到這一站叫做日本橋 那日本橋在大阪怎麼唸呢 日本橋在大阪 日本橋在東京是日本橋 這都會叫做鰻魚玉子燒喔 感覺很好吃 很燙 這個鰻魚啊 加上鰻魚烤醬的甜味 再加上玉子燒的鹹味 合起來我覺得還蠻搭配的 第一次是要這種口感 這叫做鰻魚烤醬的鰻魚 就是有點太色的扭蛋 來到了 東橋時尚 尺度最大 這個沒有穿過啦 沒有穿過 鰻魚烤醬就這個啦 後面有台灣朋友叫做 來台灣朋友你們看看 這是鰻魚烤醬 有點太誇張了吧 你們有要留著嗎 不要不要 不用是不是 我們現在到了鑄騎大社 顧名思義就是要去看 鑄騎大社 那這站叫什麼名字 鑄騎大社 史上最重複的台詞 鑄騎神社是以祭拜海上安全為主 然後全日本總共兩千三百個神社 因為在大阪鑄騎大社 是它的總本宮 而且它也是日本最古老的神社之一 已經有一千八百年的歷史囉 好 我們等一下要帶大家看 大阪最舊的路面電車 上車嗎 我們下了路面電車 現在到了阿貝也的哈魯卡斯 六十五四 六十五十五 六十五 六十五 我們現在到了四天王寺 四天王寺這邊呢 祭祀的本尊是救世觀音菩薩 那他配似的是四大天王 他的創立者是聖德太子 聖德太子創立了七大四之一唷 我們現在到了通天閣 現在在散佈了這個通天閣的區域呢 這附近餐廳很多所以大家可以來找找一份好吃的 尤其是串炸林立啦 先解一下吃串炸的一個重要的小嘗試 就是呢 你這個醬啊 只能進去沾碗 然後就一次就要拿出來唷 放炸皮炸得很脆之外呢 那個醬啊有點酸酸甜甜的 轉場囉 我們又回到了車站啊 接下來要回飯店了 分檔的分檔啊 直播直播啊 然後拍開箱的拍開箱 這好累 超累的 超累的 掰掰 會不會 放入 1 回家